這裡是台北賓館的西鄉 美國前衆議院的議長裴洛西訪台的時候 蔡英文就在這裡宴請她 當時作陪的還有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宗萌 裴洛西在離台之後 對岸就進行圍台軍演 因此3號的侯友宜還有趙少康 很常被問到是要親美多一點好呢 還是親中多一點好 而侯趙他們兩人誰又聽誰的多一點呢 他們自己有深刻的自我剖析 各位同志 最後關鍵的特殊指導 我正式幫全場重點力 大家團體 全場是黃豆瑜 黃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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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們 我也一定能夠做到 保駕為我 讓台灣這一塊土地的人民 能夠安靜樂園 跪節和醒望 黃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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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色 黃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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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唱到侯友宜的心坎裡 侯友宜 共産 侯友宜 共産 侯友宜 共産 藍營支持著選到現在幾乎九成都歸對了 侯友宜背負責任的死定 非用大戰的期待 我絕對不會讓大家希望 為你們宣傳到最後一個 贏得勝錢 好 不管是神態還是語氣 都在告訴你 她 侯友宜可以扮演湯科 沒問題 我覺得她比較有底氣 比較有自信 然後演講什麼也 她講得很好 特別用台語講 侯友宜和趙少康對坐 金普聰則坐在趙少康旁邊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討論政策 也演練議題攻防 不過侯友宜這副眼鏡被覺得太老氣 會議隔兩天 侯照兩人一起上專訪 你坐在這裡 對啊 這個眼鏡要照 來來來 來來 我這支眼鏡你看看 新的啊 不是啦 這本來就有的啦 不是啦 看啦 女兒看啦 女兒看 我 侯友宜帶起來後 趙少康是好意 只是有心人會說 果然 是保姆 你要是不是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 我是一定會挑撥 我說我們不要受到挑撥 很重要 我就是人民保姆 我是保護人民 我要善用所有的人才 做人民保姆 邵康也是人民保姆的一環 我是大保姆 平常講有滿大的 滿寬容的胸襟 他也知道我有一件 會發表等等 那他 你會有話直說 對 他這點他會包容 也不容易 很多人就乾脆找一個弱的 我們說同學 哪一個不必有巧 善用人才 更重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是一個團隊 而且當領導者 公式比效果 過要是承擔 那既然如此 那我們就拚了 立黑 學天堂 立黑 學天堂 王平沙 勝利 王平沙 勝利 你們遇到一個人的鼻子 遇到誰的鼻子 遇到一個人的鼻子 遇到一個人的鼻子 都是OK 都是水 水 水 炎月十三 金國先生的祭奠錄 讓金國先生有一個機會 希望看到我們後一台人 在他的建設更好 讓他一個水 讓他一個 好好做 台下有民眾 竊竊私語的說 以前都不知道他這麼有趣 他不習慣搭國安局特勤中心配給他的車 因此坐的還是自己的車 我們等一下去那個國軍英雄館 然後是自常協會的會見 兩個月前 我們就在這一台車上 跟侯友宜做過貼身採訪 車子是水行程 換人家 不能夠嫌嗎 這也是要去國軍英雄館 真的 巧的是 去的也是國軍英雄館 你有沒有覺得啊 好 那時老三是他和整個團隊的代名詞 他看著之前的自己 那時正糾結在所謂的藍白河裡 每一個角色 其實都是會自己做適度調整 但是你的心態不會挑戰 政治人物也是人 所以他在承受這些批評 或者是建議的時候 你要說不受影響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今天不是力爭進步 也不是我進步 是大家一起共同學習 日久見人心嗎 可以再聽到這一句嗎 路遙之馬力 路遙之馬力 侯友宜說很符合他線下的心境 這時 他看向了窗外 發現剛好經過憲兵隊 你覺得常送人員到這裡啊 沒有憲兵隊 逃兵又馬上送到這裡 你覺得經常抓逃兵啊 他想表達的是 一個刑警出身的人 怎麼可能真的軟弱無能 那外面的人會解讀說 你是不是變成都嚇到啊 你以前的漢子跑到哪裡去啊 然後柯文哲常常羞辱他嘛 每次見面 開會聽說就常常好像看不起他了 那他又不敢 又不好發作嘛 那就好一直忍一直忍 我的支持 因為在這段時間 一個悶很久 悶很久捨不得 我的足將怎麼會變成 都在忍耐呢 那現在反正海闊天空啊 也沒合啦 也沒辦法啦 也盡力啦 所以我就覺得 就也比較放得開 歡迎 東東 侯友宜盡友 靜由心轉 隨著侯友宜比較放得開 甚至是做回自己後 場子變熱 選情也將溫暖 這次開會現在 民主算是最需要的 就是監督十次 選戰進入戶琴 侯友宜會更常往中南部跑 這天幾乎把大台中給跑騙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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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票拉票 拜託大家 你們支持沒有問題 你們支持沒問題 但是要拉票 要拉票 我常常在笑就對了 對 對 總統要拉票給誰 總統要拉票給誰 一方面是國民黨 國民黨讓人家覺得是一個 講得好聽是百年大黨 但是就是比較老 不過不要忘了 我也離開國民黨30年 我也不過這兩年 才又重新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為什麼離開 也是看不慣才離開的 所以 大家覺得國民黨要改進 我完全同意 那侯友宜也是 年輕票不會喊喊就來 總要做些什麼 我以為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筆記簿啊 和侯友宜吃飯的是台中F4 年輕和顏值是他們的特色 他們每一個這一回都要出來選立委 等一下我們先問一下 今天是市長請客嗎 那我請客 那點最貴的 烤餅是必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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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餅就好了 最後是請餐廳把招牌菜全上了 就是從那個藍白破局之後 其實我們地方上有感覺到 這個 扮男支持者回流 但是我們一樣最弱的就是 20歲到40歲 對嘛 那怎麼辦 親子選票很重要 對 年輕選票很重要 對 我們這邊也都是辦大大小小 我也辦子豐車 跟兒童劇團 我記得 幾出時間聽年輕選將的心聲 甚至和他們學自拍 來 可以喔 可以嗎 大家開始喬位子 你自拍結果我臉這麼大 你自己不見了啦 好啦我進來一點啦 按下快門這一刻 不行真的太醜了 好像真的不行了 市長邁起來喔 不要不要讓我幹 不要位子 位子有劣勢 位子有劣勢啦 看似輕鬆 其實傳遞的訊息可不少 最後一個拜託 您多來台中 會啦 陪我們一下 你們一定會過關的 覺得暫中台灣 對啊真的有喜歡過關 就是北部要大贏 南部要小書 不然說什麼就都是枉然 老人很重要的 老人而且老人投票率是很高的 千萬不要忽略老人 年輕人當然重要 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 年輕人的選票漂浮不定 說著說著 趙少康拿出了手機 今天12點57 12點57 對他傳給我的 比如說我想講什麼 我會想請他先知道 我說我可能要講這些事情 讓他留個底嘛 等等這些 所以你們兩個都會先吵 對 對決說實話我也不怕 但是不一定會 就是看柯文哲 打白也打綠 但是打綠的比例一定比較多 不過有一題會一直講 一直放鬆 看我們兵力的延長 我們的經費預算要提升 這就要顯在說 兩岸之間的穩定力 是 跟以前的維持現象是不一樣的 是一直在 打破微妙的機能狀態 變向 衝突戰爭的意見 那軍備需不需要自我提升 強化國王軍備提升出我 訪問引力 OK 沒問題 這個以後我當總統 也是一樣 繼續走 但是你不要忘了 這邊強 這邊也要講 每一次跟你要對話 你這邊強 你都不要講的時候 槍碰槍不是 你還不見得比別人強 講到兩岸國防外交 他越來越激動 因為老是被磨紅 跟美國走進 我沒有反對過 那你不對話 不交流 你只 你只 想到這一邊 你沒有想到這一邊 我們想到這一邊 哪有什麼 我們是什麼樣 這什麼樣 我覺得那個都說出來 我就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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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顧台灣嘛 那些人都用字 在說愛台灣 我從當警察那一刻起 在台灣治安最不好的時候 沒有防彈力的歲月 短槍被長槍 還走過數二蛋的歲月 我看過同仁 在我面前的性質的 我依然往前走 我沒有考慮到我自己 我業力犧牲我的生命 保護台灣這塊 我沒有想到 從兩岸國防 講到警察故事 他要行訴的是 他真的走過 壯大的搶榴彈 我不是在販賣戰爭恐懼 是太多人 非常擔心 真的戰爭爆發這麼樣 大家都怕戰爭 也不想戰爭 但是侯永迪 需要傷腦筋的事 讓年輕人多愛他一點 好讓自己贏得大選 2024誰是正副總統 您可要想清楚 我是呂佳穎 感謝您的收看 好 好 好